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一期我接着和大家分享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周边小镇房地产的行情和出租回报率,这也是我系列里所要介绍的南部七个退休和房地产投资热门城市的第六个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上一期讲的越特兰大最近十年来的人口增长率 从2010年到2019年,这个城市大多会人口增长了26.67% 在这七个日盟城市里排在第二名,仅次一北卡拉·夏洛特 是美国是人口增长最快的美国大都会城市之一 其房地产在次贷危机受到重创 到2012年时,据说再差的住宅区,最大的跌幅高达90% 也就是说08年前10万美金的房子 到2011年不用一万美金就可以买到 不过这些房子现在都暴涨到接近15-20万之间 早已超过08年的高位 当时治愈好的学区的房子 没跌得这么严重 好了,话归症状 我还是采取我一贯的模式 先聊聊越特兰大周边的情况 指出哪些地方是火人聚集和房地产投资的热点 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有可比性的房子做例子 计算它的出租回报率 最后跟夏奥特的例子做比较 看哪个更值得投资 首先在Google的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叶特兰大的周边情况 跟休斯顿有点相似 叶特兰大也是被两条黄尘公路围绕着 但是比休斯顿的脸黄要复杂,发达得多 一环主要是20号公路,23号,29号和78号公路 围绕着市中心 在一环的右上角,二环的里面 是亚特兰大的中国城 在它和市中心中间 就是有名的Emory大学 在一环的南面,二环的里面 是亚特兰大的国际机场 这也是美国最宽门的国际机场 在市中心的西边面有个地方叫Buckhead Buckhead是奢侈品营局的特区 这个豪华是其被称为当方的被福利山庄 是时尚人群在美国南方的共同天堂 在其不超过两英里的逃出路上 三家高档的山区比林相守 为这一条南方的罗迪欧大道真是不少 莱诺克斯广场从1959年起营业 是巴海特区最早出现的商场 非福斯购物中心以莱诺克斯广场仅一阶之隔 一百多种奢侈品牌 像Tiffany、迪奥、粉迪、卢伊斯·维登等 辛罗其部Buckhead 购物中心给购物组提供丰富的适时品牌制 亚特兰大市区的二环 主要是被285公路围绕着 环城公路长达100公里 这里是美国重要交通虚拟 六条洲际公路穿过市区 1996年26届Olympic 京东汇集在这里举行 在亚特兰大的北面 这里是华人聚集和比较喜欢投资房地产的地方 其中包括Swannee、Duluth、Jones Creek和Alfa-Lita Alfa-Lita和Jones Creek的平均房价最贵 Swannee和Duluth的房价相对比较高 这几个区都有非常高分的学区 所以这个州好的公立学校 相当一部分都集中在这里 另外U1 Alfa-Lita中心 有一个地方叫Avalon 这里占地86英亩 拥有超过50万平方英尺的零售面积 十二瓶全优质的饮料 提供全套的服务酒店 A级办公空间 单栋家庭住宅和豪华出租房屋 这里UFUND融合了购物餐饮 娱乐生活和工作社区 它不仅是另一个去处 而且是一个本地艺术和活动的驱扭 为现代的南方带来了奢侈和豪华 Avalon拥有57万平方英尺的精险零售商 安地厨师经营了餐馆 为那些想要体验本地文化活动热点 和奇妙的花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目的地 还有Avalon是乔治亚州的第一个千兆的社区 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光线连接 互联网连接速度比现有的速度快100倍 好,谈完了亚州南大周边小镇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选的例子 这个例子的地址是3491Hurware Place 在Swanning 邮进编号是30024 这个是1999年新的凡者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外前 外前前面是红砖 它的背后是另外三侧是Unfinal 从这张图后面可以看出它有地下室 这个小区很漂亮 有网球场 还有Clockhouse 儿童活动中心 和游泳池 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和两个车库 占地面积是0.225亩 我们接着来看它的四个主要数据 买卖成交价、出租价格、地产税和HOA费 它的买卖成交价是345,000 它的租金是2,400 它的地税是4,271 它这个地方没提供它的HOA费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它同一个小区其他房子买卖的情况 我在这里又找到同一个小区 另外一个房子在GEO的Listing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同一个小区它的HOA费是50美金一个月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计算 然后我们再回去看它的学期分数 它的学期分数是999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学期 我们接着来计算它的净出租回报率 现在大家看到左边的是以前 视频用的西奥特例子的数据 右边这个是刚刚看的 耶特兰大例子的数据 这里的成交价是345,000 它的Coding Cost 它的Initial Repair就是出租前 它的维修的费用 这里是1万 因为它的房子比较旧 是1999年 比西奥特的房子2013年 旧的仅仅15年 所以它的就是维修费用 就是出租前的维修费用 差不多要多一些 它的地产税是4271 美金一年 它的SOE费是50美金 一个月一年就是6500 保险是1000 跟西奥特的地址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每年的维修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它是1995年的房子 每年的维修成本是8,121 比西奥特的房子要高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维修费用 还有它的地产税相比较少得比较高 它的房租也比较高 房租是2400 美金一个月 所以一年下来的话 就是26,208 一年的房租净收入是18,087 美金 进的回报率是5.1% 所以相比西奥特这个例子 稍微高一些 但是因为它的成本也比较高 房子比较旧嘛 所以成本也比较高 这样的话 如果房子万一租不出去的话 它的carrying cost 也就是说的出售成本也高一些 就是说它的投资风险也比较大 这可以理解 因为投资风险大些 它的回报率也相对来说好了一些 至于听众会挑选哪一个 就要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城市的气候 文化经济以及地理环境等等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几期有关 房地产投资的系列 请点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次视频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